男子潜水的时候发现奇怪一幕 几只可爱的小鱼正在围绕着一颗紫色大萝卜 嬉戏打闹 场面十分有趣 像萝卜一样的东西随着海水轻轻摇曳 可爱的小鱼儿穿梭其中十分悠闲 这样和谐的一幕 也让男子的潜水之旅变得十分有意思了 事实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共生关系 视频中像萝卜一样的东西是一种海葵 海葵看起来很像植物 实际上是一种构造十分低级的食肉动物 它们连最低级的大脑都不具备 海葵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 大部分海葵栖息在前海和沿岸的水洼或者石缝中 大多数海葵都是不移动的 有些海葵喜欢深埋在淤泥沙中 仅仅露出触手和口 海葵的食性很杂 软体动物、甲鞘类和鱼类都可能成为它们的食物 而视频中的女鱼类是小丑鱼 小丑鱼是一种热带咸水鱼 它们脸上有一条或者两条白色条纹 看起来很像京剧中的小丑 海葵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对于小丑鱼来说 海葵可以提供一个十分安全的住所 小丑鱼可以免受其他大鱼的攻击 与此同时 海葵吃剩的食物也可以提供给小丑鱼 小丑鱼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粘液 它可以不受海葵的影响 可以利用海葵的触手助巢产卵 对于海葵来说 可以凭借小丑鱼的自由进出 吸引其他鱼类靠近 从而增加捕食机会 小丑鱼居住在海葵触手内部 还可以帮助海葵清除掉坏死的组织 以及寄生虫 小丑鱼的游动 还可以减少残屑沉淀至海葵丛中 小丑鱼来来回回在海葵触手之间摩擦 还可以清除掉海葵身上的寄生虫和霉菌 这二位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共生关系在动物界十分普遍 动物植物菌类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 都可以存在共生关系 有的科学家甚至认为 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共生有机体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